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里和你们见面了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成语 这个成语呢,叫覆水难收 我们来看文字 覆水难收 它的意思呢,就是泼出去的水呢,难以收回来了 覆就是颠覆的意思,就是底朝上 那么如果一个容器里面装着水 如果它颠覆过来 那么水自然的就泼出去了,对吧 泼出去的水当然难以收回来了 那么和这个成语相关呢,有一个故事 我来讲这个故事 在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个书生 他呢,心怀远大理想 想当了官以后呢,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 所以呢,他每天呢,就认真的学习 抱着书本 那么他的妻子呢,就埋怨他说 你看你呀,整天就是抱这个书本 学呀学呀,也不出去挣钱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他呢,受不了这个贫穷的日子 清贫的日子 那么呢,他就离开了他的丈夫 那么这个书生呢,经过自己的努力 终于有一天呢,当上了大官 那么自己的生活呢,当然也就好起来了 消息呢,传到他的前妻的耳朵里 这个前妻呢,就回到他身边 说,哎呀,我想回来 我想回到你身边 可不可以呀 这个官员呢,就让他的手下说 你们去端一盆水上来 哇,水来了 他把水接过来 往地下这么一泼 然后呢,对他的前妻说 你把倒出去的水 把它收回来 你只要能把泼出去的水收回来 那我就要你 这个妻子一看 这怎么可能啊 这明摆着是不要我了呀 当初他清贫的时候,没钱的时候 我怎么没有坚持守在他身边呢 现在人家日子好了 我又回来,人家又不要我 这多丢脸呢 他呢,感到羞愧难当 回到家里以后啊 他左思右想 想也想不开 就上吊自杀了 这个故事呢 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成语呢 也就留下来了 覆水难收 他的意思是说呢 泼出去的水 没办法收回来了 那么他比喻呢 做了决定了 做了的事情 已经做了的事情 不可能再去更改了 所以呢 告诫人们 在做决定之前 要想好 是做呢 还是不做 因为做了决定 事情做过了 就再难以改正了 有些后果呢 就已经发生了 就不可能再后悔了 好 我们说一下这个 举几个例子 看怎么用 覆水难受 第一个例子 是说 一个国家队 去参加国际比赛 他们是一支 挺不错的队 但是呢 他们想 一心想得到冠军 为了确保得到冠军 他们比赛之前呢 悄悄地服用了 兴奋剂 当然 结果不用说 他们得了冠军 可是正在他们高兴的时候呢 突然 被通知 去做检查 结果查出来以后呢 当然 他们是 服用了兴奋剂 那么他们的冠军呢 就被 取消了 那么 我们来听 两个队员 他们的对话 其中一个说 哎 早知道是这样的话呢 还不如 就不服用兴奋剂呢 说不定也能得冠军呢 得不了冠军吗 至少也能得个亚军 我们的成绩是不错的 另外一个说 哎 后悔有什么用啊 覆水难收啊 好吧 这是一种情况 我们 再举一个例子 有些家长啊 望子成龙 望子成龙呢 当然可以理解 但是呢 有一些家长呢 给孩子 太大的压力 明明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非要期待他们考上 北大清华 结果呢 孩子的压力 特别大 没有时间玩 没有时间高兴 就整天报的书本 学啊 生活非常无聊 那么高考 结果下来以后呢 自然是不会好啊 然后呢 家长又是一顿批 说 你看看你 我给你吃的 我给你吃的 我给你穿的 我给你这 给你那 给你保证你时间 让你好好学 你还是考成这个样子 以后怎么过呢 以后怎么办呢 然后呢 可能说的比这个还要难听 那么孩子呢 受不了压力 觉得生活一片灰暗 生活没有了乐趣 这样的话呢 他们悄悄地走到了楼顶上 奋不顾身地跳下去了 这个时候家长呢 后悔也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覆水难收啊 早知道 早知现在 何必当初呢 真是覆水难收啊 好吧 就说到这里吧 这是两个非常让人痛心的例子 好吧 我们就到这里吧 结束 希望下次再见到你 拜拜